我要一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也持續來關心到 是以哈衝突的最新進展 包括其實現在我們知道 以色列已經針對這個加薩地區 是執行第二階段的地面任務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關注到 在加薩地區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個淡如雨下的場面 甚至其實根據數據來看 每10分鐘就有一名海童是被殺害的 但我們要來看到現在最新的影像顯示 以軍的坦克車一次對著平民的車輛開火 CNN也透過了這個地圖的定位 確認了這個影片的拍攝地點 因為新聞都是要核實的 既然發現說這個影片的地點 就在前往加薩的主要幹動手 大軍步兵實施進攻掃盪哈馬斯 我們看到很多工夫井 出零用隊營 현有往前距離 工作,而騎士加시는 尼巴克托敗 巴勒斯坦记者边境直击 以军攻击力道丝毫未减 不过这一幕引发质疑 巴勒斯坦记者募集一辆白色轿车 遭以军坦克炮击 炮口瞄准民用车辆 军方虽未对此做出回应 但恐怕又会引起国际舆论踏伐 尽管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出兵 但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来说 似乎作用不大 将哈马斯突袭比喻为以色列版的911 纳坦雅胡坚持绝不停火 只是以军炮火攻击的显然不只有哈马斯 加萨居民直言根本无路可逃 在以色列军事压迫下宛如生活在淋雨中 TVBS新闻会宣布倒 我们现在持续要来看到的呢 当然就是现在人质的最新进展 尤其以哈马斯手上还有不少的人质 在以色列的国军对加萨地区的连夜行运当中 救出了一名沦为人质的女兵 证明女兵获救之后 接受健康检查 也终于和家人重逢 妈妈带着悲伤情绪秀出手机上的照片 因为她的女儿惨遭哈马斯杀害 她的爱女就是10月7号参加音乐节的23岁 以德双重国籍女子卢克 她被哈马斯绑走后 甚至遭到虐待游街 虽然一度传出人还健在 不过以色列政府在周一证实 已经找到她的遗体 初步研判死因是头部中枪 不过在悲伤中却传出了好消息 民众跟着音乐开心欢呼 蹦蹦跳跳 因为以色列国防军在连夜地面行动中 救出一名沦为人质的女兵 不过哈马斯手中还有至少239名人职 组织更释出这段76秒影片显示 三名以色列妇女坐在椅子上 其中一位对着镜头怒喊 而且越讲越激烈 在片尾时几乎大声尖叫 批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为何还没有救出他们 不过这三位妇女的家属 看到这段影片后感到一丝丝希望 然而纳坦雅胡发表声明驳斥认为在以色列出兵之际 哈马斯释出人质影片完全是打心理战 以色列政府不会动摇消灭哈马斯的决心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但是呢在哈马斯的手上其实还是有200多名的人质 依旧在他们的监控之下 当然各国都想要营救现在在哈马斯手上的人质 而以色列的责任是最重大的 但是以美国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美国对于其他的人质 国安会的发言人柯比就说了 会找出其他的方法来营救 现在还在哈马斯手上的美国人 另外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其实它的攻势已经挺进了加萨地区 将近有三公里的距离 而且还在饭店的屋底插过去 以色列女兵历劫归来和亲爱的奶奶 温馨大拥抱感人画面 振奋以色列全国 消息曝光还有大批以色列群众 摇旗欢呼认为这是好兆头 但也有家属才有机会重返被毁家园 马上被眼前惨况气到痛哭 这名妇女的一对儿女 还在哈马斯手中 为了提醒各界 以色列有多少小孩被绑 耶路撒冷广场摆了 满满空荡荡的婴儿床和床铺 对于救援进度 美国这样说 只是以色列选择救人 与地面进攻同步进行 加萨境内也能看到 以色列坦克车长驱直入 政治友乙军在饭店屋顶挥舞国旗 CNN说这个地点已深入加萨内三公里的地方 分析目前以色列的做法 是由地面部队锁定哈马斯位置 再回传以色列军机做精准打击 以色列说已成功用这个方法 空袭了20多个哈马斯躲藏的据点 这些新闻综合导 刚刚我们提到其实以色列的军队 现在进行到是第二阶段的攻势 但是在加萨地区 现在依旧是炮火猛烈 我们分区域带大家来关心 以加萨的北部地区来说 其实以色列的军队现在是缓慢推进 但是你已经可以看到 像是坦克车之类的这个大军 不断的往边境来靠近 另外呢在加萨的中部地区 也出现了战车 甚至呢这个路透社就研判说 为什么在中部地区会出现战车 就是期望可以切断南北往来 让这个加萨地区 慢慢的用一种包围性的方式 以色列军队现在用包围式的方式呢 把这个加萨地区给围困住 这种战术呢叫做围城战 而且呢现在有限的地面进攻的状况之下 恐怕时间会拉得更长 恐怕一年都是有可能的 而现在的目标依旧是没变的 主要还是瞄准哈马斯的军事建设 希望可以把它赶出 而且呢控制加萨地区的政府 还有呢这个战术跟着改变 有不变的也有改变的 包围大本营加萨市呢 这个地面攻击 我们刚刚说了 可能六个月到一年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从之前我们说 它采取是一个巷战 现在这个可能发展地面战的情势 现在呢要开始从一个包围的状况比较明显 主要是他们希望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 把以色列的军队的死伤降到最低 同时也是试图让周边的情势稍稍降温 他们也很担心像是黎巴嫩或是伊朗这些国家 或是土耳其也卷入了以色列跟哈马斯的纷争当中 所以说他们其实是有效的在控制情势 但是依旧针对加萨地区针对这个地方有炮火的打击 而现在呢这个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慢攻的围城战术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把这个哈马斯 因为我们知道它地底下的系统是非常完整 而且绵密绵长的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围城方式 把哈马斯的军队或者是他们的人员赶到地面上 所以现在他们可以避免城市向善 也可以避免重大的平民死伤甚至呢可以减少损害机械 也可以让他们这个国际的停火压力可以稍微小一点 这个呢就是以色列目前最新的盘算 但是还是有人到底线必须要遵守 例如我们这几天一再提到的是 以色列军队不断的针对加萨地区的医院进行攻击 甚至有时候他不直接打这个医院 他打这个医院的周边就是希望可以把人赶出医院 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以色列他们的看法是 他们认为医院里头很有可能藏的 就是哈马斯的相关的军官或是人员 像是我们这几天不断提到的加萨第二大的盛城医院 他们不直接轰炸这个医院 但是对这个医院的周边不断的进行炸弹的攻击 所以当然让医院里头的人非常担心 但是里头的人依旧是坚持不对 而且医院方也说他们接到了很多的恐吓电话 希望他们赶快撤离 但医院方这里就说了 我在这里其实也没有窝藏任何的军事人员 所以他们坚持不退 而在医院里头 现在还有12000名的人还有伤者都在里头 赵明蛋落在加萨走廊残破的天际线上 每一枚都在预告新一波空袭要来临 尤其加萨北部隶属红星乐会的圣城医院也遭攻击 但仔细一看除了50公尺外周遭建筑毁损 医院奔替却几乎毫发无伤 前一天以色列就连抠两通电话 要求盛城医院里1.2万人全部紧急撤离 院长不但以会伤害人命为由坚定拒绝 更驳斥以色列说医院并未庇护哈马斯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收容将近5万人 同样收到以色列军方的撤离通告 但对加萨人来说 这是他们仅存少数的容身之地 也只有留在医院才可能有一丝生机 在加萨印尼医院 医护症紧急为病人进行CPR 在甘尤尼斯医院 救护车司机马不停蹄准备出动 一些医院不得已将轻微伤患安置在户外 似乎也在告诉以色列军队 只有停止逼迫空袭才是救人唯一办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虽然话是这样说 只有停止空袭才有办法救人 但是这句话以色列似乎是完全没有听进去 而且如果我们从这四个礼拜的公式来说 这个哈马斯就说了 以色列军队光是这四个礼拜 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8万吨的爆炸物 空袭加萨 所以大家可以想说 其实很多的房子倒得到 灰的灰 整座城市基本上就像废墟一样 甚至哈马斯的发言也说了 从10月7号开始以色列军队轰炸加萨地区 摧毁的85个政府机关 还有数十个公共服务设施 当然也包含了203所学校 所以现在加萨地区真的可以用遍地废墟来形容 而且在医疗机构医疗基础建设部分呢 巴勒斯坦的卫生部就说了 现在这个卫生机构光是预期就超过了274 也有超过了120名的医护人员因此死亡 而盘点下来有三分之一的医院 现在是关闭的 还有三分之二的诊所也都是关门状态 甚至对医生来说 他们面临到是非常困难的抉择 因为他们现在手上没有太多的医疗资源 甚至有时候在没有电的状况之下 他们还必须用手机的手电筒来帮人员来做治疗 所以说他们必须被迫对伤者进行 有时候不必要的节肢情况 甚至现在没有抗生素的状况之下 其实败血症的病人也大量的增加 圣城医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加萨地区的第二大医院 说病人你本来就没有办法走 那医护人员当然也要留在这里 而土耳其的外交部也说了 这个乙军袭击土巴友宜医院 其实这个举动已经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但是在加萨地区 当我们看到天人永隔天人分离的 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还是非常明显 非常令人难过 甚至有记者驻留在加萨的记者 他还教导自己的孩子说 如果爸爸走了 你必须要自己找食物 留下让人非常难过的访问片段 听到爆炸声 孩子怕得报警枕头战斗 大人也只能故作坚强安慰 这是受困加萨的CNN记者 一家四口的日常生活 以色列无止境的空袭 他们整整三个礼拜 活在恐惧饥饿中 这位记者教导孩子 末日生存守则 因为大人有不测 他们自己也要想办法活下去 这堂课很悲伤 却很现实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 妻子在战火中 身怀六甲 给了他们新的希望 但是一家人能否活下去 也还是未知数 尤其是最脆弱的孩童 根据统计 罹难的加萨人中大概四成 也就是超过三千四百人 都是小朋友 人道组织呼吁停火 他们要以色列看清楚 对加萨人株连惩罚 受害最深的都是 就是无辜的孩童跟妇女 提不认证 这我们的道理 当然现在各国都在观音说 这样子的局势 有没有可能向外扩散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10月19号的时候 当时叶门的叛军青年运动 是朝着以色列要发射连串的 巡异飞弹跟无人机 但是呢 其实刚好在飞过沙鲁里 阿拉伯的领空的时候 就被拦截了 但是这个拦截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飞弹呢 是坠落在沙鲁里 沙鲁阿拉伯的境内 其实现在恐怕衍生更高的冲突 所以两国现在都是这个高度戒备当中 尤其在当年 其实沙鲁阿拉伯本来就跟青年运动 这个叶门的叛军组织 本身就不太对盘 所以现在这个双方的重客 有可能在持续的被激发当中 甚至呢 以全球的观点来看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 我们经历了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让全球的粮价大幅的上升 但现在油价恐怕是下一个上涨的情况 现在外界非常担心说 如果第一个这个战况在持续延长的话 会有区域的外衣效益 伊朗有没有可能参战 黎巴嫩有没有可能参战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尤其如果再扩大到一个 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的话 绝对会冲击到的 就是这些产油的国家 央吉石油的供应 像是原油的价格最严重 恐怕涨到75% 等于说一桶原油 就是会来到157块美元 永迟有可能再度的拉高粮价 推升食物的通膨情况 所以说世界银行首席的经济学家 他就告诉我们说 世界经济面对到数十年来第一次 同时有双重的能源冲击 我们说的就是俄乌战争 跟这一次的可能发生 或是可能扩大的中东冲突 那持续我们来关心到 其实说到这个扩大 全球其实现在都出现了一些 反巴勒斯坦人 或是反犹太人的一些声浪 像是在美国的长春特名校 包括康乃尔大学 跟哥伦比亚的大学校园 都传出了反犹太的言论 当然也有一些零星的游行 甚至也出现了杀害犹太学人的威胁文章 像是相关的机构 他们就讨论说 统计发生在10月7号 发动突袭以来 短短一个月不到 在美国的反犹太人的声浪 这个声浪就暴增了四倍之多 拿着奇感麾下 毫不留情 秦巴勒斯坦示威者 与亲以色列群众 在美国知名的康乃尔大学上演大乱斗 甚至有人还在网上威胁 要杀害犹太学生 另一所长春藤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 也控诉有心人士在学校 故意煽动犹太学生 与穆斯林学生冲突 努批校方至今仍无所作为 美国反诽谤联盟统计 从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来 美国反犹太事件 已经暴增四倍 针对犹太人的威胁 也达到45年来新高 随着以色列发动加萨地面战 更多加萨人陷入险境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 种族仇恨恐怕也越南平息 拜登强调加萨平民安全优先 似乎也希望消除 因为支持以色列不停火 带来的舆论压力 尤其现在大陆社群媒体 反常允许反犹太言论出现 尾巴冲突再不降温 国际对立可能会越来越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 是哈马斯的境外领导人 也是他们的前领袖 叫做马沙尔 昨天其实我们稍稍的提到他的言论 他说这一次对以色列展开的突袭行动 让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从中获益 这是我们昨天的说法 但其实呢 现在他说了更多 因为除了说让这个俄国 跟中国大陆从中受益之外 分散了美国对他们和乌克兰的注意力 他现在更提到说 他希望跟一些超级大国来合作 而且呢这两个国家 包括我们说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到现在都没有谴责哈马斯的突袭 甚至呢其实也是暗示性的 甚至明示性的希望这个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国家 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因为呢他也点名说 如果这个真主党 黎巴嫩的真主党 可以加入这个战火 甚至呢跟以色列的战火升温的话 其实对哈马斯的战况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他喊话黎巴嫩真主党 还有其他国家 加入针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 因为现在其实各国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克制的情况 让以色列有两条或是多条战线 对他们来说战力是可以 对以色列的战力来说 是明显有削弱的可能 但是其实针对这个说法 我们要来看到是北京的香山论坛 在今天闭幕了 新加坡的国防部长 就在会议上提出警告 他说亚洲未来的十年 都要避免战争 恐怕会有毁灭性的后果 10月7号哈马斯突袭轰炸以色列 导致尾巴冲突持续至今 哈马斯海外领袖马沙尔 日前在接受埃及的电视台访问时 语出惊人表示 这一次的突袭获得外部认同 除了分散美国注意力 让俄罗斯在俄乌战中受益之外 也让中国相当钦佩 有意效法突袭战略 作为武力攻台的参考计划 他这种说法我不是认可的 是不是 我们中国军队怎么能效法 其他的这些武装组织 或者是军队呢 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 我们中国军队是个大国的军队 我们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解放军中将 显然对于哈马斯的自负说法 极度不认同 台湾军方则强调会掌握相关情资 恐怖主义危害国际安全胜剧 印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与繁荣 也攸关全球的发展与稳定 那我们国军会持续依照 这个疫情的威胁 来强化自我的防御能力 以巴冲突也成为今年 北京香山论坛的焦点话题 受邀演讲的新加坡防长提出示警 认为未来十年 如果亚洲欧洲和中东 同时发生军事冲突 将有毁灭性后果 为期三天的相山论坛 31号闭幕 除了俄罗斯防长 萧伊古是全场焦点外 香山论坛其实也邀请了处于战争状态的 以色列和乌克兰 不过大合照的现场只看到以色列国旗 无法得知是否有代表出席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有一部飞亚红的电影叫做奥本海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奥本海默也被认为是原子弹之父 不过现在全球列强都是进入到 比较激烈对抗的状态 而现在我们要来看到是美国的五角大厦最外透露说 他们在研发新的核弹 而且它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奥本海默所研发的 还多出了24倍 我们把两个数据放在一起比 五角大厦说他们要研发 B61-13的新核弹 如果以爆炸的当量来计算的话 是360公斤的TNT黄色炸药 如果我们再来对比当年广岛核弹 这个15公斤的数据的话 相差就高达了24倍 但是为什么美国美军要做这个新型的核弹呢 国防部的副部长其实就说了 他们是为了应对现在全球的局势 还有安全环境的变化 要防御潜在对手日益增长的威胁 到底谁是潜在对手 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心里有个答案 目前各界看起来有可能是指中国大陆 或是有可能指的是俄罗斯 所以他们要发挥所谓的威胁力量 还有应对的战略攻击 以及协助盟友 但如果我们今天从核弹头的数量来看 国防部的副部长他就说了 俄罗斯现在手上有几枚呢 是5977枚的核弹头 而美国其实是比较少的5428枚 他强调就是一个改造旧型弹头 而且只会少量生产 对数据上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 希望可以降低大家的疑虑 但是他同时也说了 其实新型的核弹我们知道它更强嘛 所以它的目的是攻击更困难的大面积军事目标 有没有可能因此引发全球再出现 所谓的军备竞赛螺旋式的上升呢 这恐怕也都是大家的疑虑哦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要解决国际的争端 除了发展军事力量备战之外 非常重要的还是外交战略 我们要持续回到了香山论坛的现场 因为当中其实北京当局还有相关的代表 似乎也都对美国有一些暗示性 或是这个没有民事的贬义的声音 甚至在这个会场上 你也可以观察到中俄两个关系 似乎走得又再更近一点 解放军做主场的大陆年度军事外交活动 地世界香山论坛周一在北京开幕 由于原担任大陆国防部长的李尚福 上周刚被拔关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右侠代位陈东道主致此演说 尽管嘴巴上表示愿意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 却仍然以强烈语气暗批美国 他同时重申台湾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不点名要求美方不能在重大敏感问题上挑衅添乱 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绝对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 绝不收软 紧接上台的俄罗斯防长邵一谷 也口径一致地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 扩大物恶冲突甚至核武威胁 更与带威胁地警告西方升级冲突作法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整场开幕式中俄两军高层不但进场时肩并肩 更在会场最前排相邻而坐 展现彼此黏滴滴的好感情 稍一谷还公开胜赞中俄关系堪称典范 对其他国家越来越具吸引力 至于受邀与会的美方代表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拉斯 不但坐在冷板凳区 更被排除在三天论坛总计76名各国国防高层的发言名单之外 将继续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合作和战略协作 论坛期间张又霞进一步与邵一谷展开双边会谈 强调发展中俄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战略抉择 邵一谷则称 俄方愿意与中方持续深化务实交流合作 巩固且提升两国两军关系 国家副主席韩正30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飞虎队代表团 尽管在乡山论坛上中方队来访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刻意下面子 但对于80多年前曾经协助中华民国国军抵抗日军的美军下辖飞虎队 北京当局却是大动作拉拢 试图从历史与民间角度重新搭建中美关系 包括邀请两名曾任飞虎队队员 至今已年近百岁甚至超过百岁的美国退伍飞行员 以及飞虎队员家属回到中国访问亲自走访云南广西等地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也在使馆内的体育场主持 向飞虎队老兵致敬一事 积极延续这场以民间交流为主体的美中友好氛围 实际上为了能促成两周后在美国旧金山APEC峰会场边 两国元首的会谈 双方正积极磋商 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上周四与周五亲访美国 不但获得总统拜登接见 还与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展开长达七个小时的两轮会谈 但双方对于这场外界期待的拜习会会否成真 却始终不曾松口 分析认为北京当局迟迟不愿对拜习会做出肯定答复 是想借机交换更多政治利益 美国政界人士则不愿做出任何让步 甚至公开表明要帮助日本来对抗来自北京的经济战 美国驻日大使周一接受路透专访时 首度证实将采购日本水产品作为美国驻军与舰艇官兵的伙食 成为中方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的另类反制动作 尽管美方首批采购的扇贝数量约800到900公斤 与日本去年出口到中国10万吨扇贝总量无法相比 但美方强调将逐步增加采购量 而这也可能为美中关系的发展带来变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已故的大陆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遗体将在11月2号进行火化 按照大陆的惯例高官的遗体火化地点就在这八宝山殡仪馆 并会在当天举行送别仪式 大陆官媒31号公布李克强遗体将在头期火化 讯息发布当天八宝山殡仪馆能看到司仪执行日常工作 但并没有看到为李克强准备的相关布置和维安管控 虽然北京没有地方向李克强安徽故居出现花束卡片等大型悼念活动 但不少民众大方分享有机会也想送总理最后一程 网传大陆官方在北京对李克强哀悼活动进行严加控管 要求相关部门协助取得网购鲜花蜡烛等寄电物品的订单讯息 尤其是寄件地址包含北京清华大学天安门八宝山等地点 还要求相关订单数据要每小时回报一次 但实际走访北京礼仪用品店 商家并没有提出登机要求 就寄电 除了民间自发性追思 李克强火花当天 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 外交部各省政府 港澳行政区 以及对外海空港口 大陆驻外使领馆 都将降办其致哀 TVBS新闻程序 林一珍北京采访报导 再来我们放轻松一下来 关心到你会不会想要去泰国游玩 尤其现在泰国开放台湾免签 尤其年底到了或许年假砸下去 没有连续假期 其实还是有机会去一趟的 在9月25号开始 相信大家当时都有看到这个消息 中国还有哈萨克 泰国 针对这些地区的旅客 是免签也激出了一波旅游潮 但现在从11月10号开始 台湾旅客到了泰国免签 可以6个月 免签6个月 一次对多可以停留30天 预计如果盘算起来 可能在今年就有70万人次的 台湾旅客到泰国去玩 平均每个人单趟的消费 大概就是台币的3.87万 3万8千多块 所以其实泰国政府非常希望 透过免签的手段 让更多的游客流入他们的国家 当然也是为了拼这个GDP 因为泰国本身就是一个观光大国 而我们来看他们的新任总理赛塔 就是上任的第一个重点 当然还是要促进泰国的经济成长 毕竟泰国是一个观光大国 如果你加速旅游业成长的话 开放更多的免签国家也可以 对他们提升GDP或者经济表现 尤其是第四季的经济表现 是非常不错的 像是在2019年的时候 富泰观光的人士来到了3980万人 预计全年可以达到2500到3000万人次 而且世界银行也预估说 在今年泰国的经济成长率 从GDP来看可以来到3.9%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 观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动力 我们持续来看到的今天是万圣节 在这边先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不过我们要从画面上 带大家其实来看到的 就是在好莱坞的这个变装游行 通常我们讲这个万圣节变装 很多人会选择扮演一些电影角色 不过现在好莱坞的罢工问题未解 如果你扮成巴比跟星际大战的话 走进追寻人里 你可能会被白眼 合照自拍通通来者不去 美国总统拜登面对一个个 小哈利波特小玛丽欧 亲切给他笑得何不拢嘴 度过万圣节变装超用心的还有他 发现了吗 总统夫人基尔拜登挂了尾巴 搭配猫耳头饰以及猫鼻子 这回Cost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爱猫 和平时形象反差超大 美国白宫换新装不马虎举办一系列节日活动 不过镜头转向街头 这边的万圣游行却有这项诉求 原来是在好莱坞罢工尚未谈拢前 游行民众持续争取权益 工会更要求成员不要选择来自受影响公司的角色服装 像巴比星际大战统统被点名 镜头接着转向秘鲁 民众也对变装下足苦心 只是这衣服不是买给自己穿 而是猫小孩 这个是Naruto 我用纸包装装 这个是铁铁 也用纸包装 这个是我的孩子 火影忍者和鬼娃下棋 扮相接连出笼 这场宠物大集合 比美比炫 搭配超萌扮相快融化了 第一位宣言叫浩宇中军塔报道 台湾东部在今天晚上8点半左右发生地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但其实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几乎是同一时刻 南美洲的国家致力的外海 也发生了瑞士规模6点击的地震 正央距离阿塔卡玛的海岸 大约是40公里 深度2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还好目前暂时是排除海啸风险 但是我们要持续来看到 你最近有想要换电脑的打算吗 苹果本周就要发布财报了 但是在今天意外的举办快闪发布会 发布的是什么呢 就是新的Mac系列电脑 这一次的发表会 取名叫做快到吓人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 采用3奈米制成的晶片 强调效率是大大提升 苹果又举办快闪发表会 主题叫Scary Fest 快到吓人 特别选在万圣节举办 强调新推出的Mac系列电脑 是领先业界 采用3奈米制成M3系列晶片 宣称效能快到吓人 搭载M3晶片的MacBook Pro 效能提升60% 还包括支援高达128G统一记忆体 续航力更可达22小时 苹果同时推出24寸iMac一体成型电脑 提供七色外形直集湖粉心 而苹果预定本周四盘后公布财报 周二股价上涨1.2% 也带动每股道指大涨511点 但近第三星也有好消息 三星第三季获利达2.4兆韩元 相当台币超过628亿 创今年最高 有分析指出 智慧手机和个人电脑制造商的晶片库存 已经减少到可以再补充的水准 代表需求有望在明年复苏 TVBS新闻众口报道 在沙漠里找水当然非常困难 但是阿根廷说 尤其他们的民众表示说 哇 在他们的国内 现在你要找油的话 跟在沙漠找水是一样的困难 主要还是当地现在面临的是 燃油短缺的窘迹 像是在很多的加油站外部 其实都排了长长的车龙 希望可以加到一点点的油 排队加油成为阿根廷驾驶 现在面临的最大麻烦 今天我购买了 但是有超级 没有超级 但是昨天没有任何地方 昨天没有 车潮从加油站外车道 到十字路口 一路绵延好几公里 阿根廷燃油短缺危机 在空拍镜头下 一览无遗 驾驶直言就像在沙漠中找水 最怕看到这些暂停服务标语 阿根廷总统候选人也是现任经济部长马萨 炮口对准国内四大石油公司 直言部分列油厂计划性停产 是国内供需失衡最大主因 阿根廷将在十一月中进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 马萨的声明恐怕也将左右选票去向 只是最近国际油价开始呈现下跌趋势 布兰特原油更是降到每桶九十块美金以下 这是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价位 以色列对加萨发动的地面战 规模没想象中的大恐怕是主要原因 TVB的新闻很宣布道 轻松一点我们要来看到阿根廷的球王梅西 第八次拿下了金球奖成为史上第一人 而且其实在他领奖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看到一些感人的场面 在颁奖典礼上呢 他不仅是从现在的老板贝克汉手上接下了奖杯 还带着他的妻儿小朋友一起上台领奖 可以说是非常的温馨 阿根廷球王梅西光辉足坛生涯再相一金 拿下今年足球界最高荣誉的金球奖 还是从自己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球队老板 贝克汉手中通过奖杯 今年金球奖投票梅西在最后一轮拿到最高票 挪威明星前锋哈兰德获第二多票 第三则是法国足球金童姆巴佩 这是梅西第八度获奖 也成为史上最多金球奖记录保持人 获奖原因 无疑就是他在去年率领阿根廷拿下世界杯冠军 在这光荣时刻 顾家好男人梅西怎么能不带爱妻与三个儿子参加 这些男孩们就和梅西一样对金球奖爱不释手 整颗捧过来 颇有想继承老爸一波 甚至要清除于兰的气势 谦虚的梅西也在典礼上将这座金球奖 献给10月30号生日的阿根廷已故球王马拉杜纳 最后他表示将给自己一周假期 好好和家人共享喜悦 TVBS新闻综合报告 提到缴税 很多人当然会皱起眉头 觉得哇 荷包又要少了一笔了 但是其实缴税的正面意义来说 其实就是你有能力 可以来这个帮助国家应尽的这个国民义务 但其实财政部指出推动税改之后 有一半的年轻人是不用缴综锁税的 但这个说法其实反面来说 其实有一半的年轻人是根本不到缴税的门槛 听起来当然会让人觉得也是皱起了眉头 而且财政部也回应说 这只是在呈现事实 但这话听在主记长的耳里 说没有错 这个改善贫富差距的确是政府的责任 工作大概六七年左右 目前都还不用讲 民众苦笑自己工作六年了还没缴过税 而财政部指出推动税改后 已有近一半的年轻人免缴综合所的税 然而这说法反而让外界炸锅 我觉得有可能是薪水太低了 应该还是可以想办法提升薪资 应该会比较好 直言之代表 有一半年轻人是弱势 薪水少到根本不用缴税 不理解财政部怎么会把台湾军品当政绩说出来 呈现一个事实 在很多的项目里面 我们提高了一个金额 让他们在负税的负担上可以减轻 其实依照2023年的纵首税申报规定 每人所得税免税额为9.2万元 单身者标准扣除额为12.4万元 薪资扣除额为20.7万元 也就是说单身青年 只要合计年收入没有超过42.3万元 就不用缴税 如果全台有近半数年轻人不必缴税 代表有半数年轻人 所得没有达到42.3万的门槛 可说是穷忙足也不为过 所得分配根据市场运作 原来有一个分配状态 有不公平的现象 政府到就要有责任把它改善 近年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薪资 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 那如果说考虑实质薪资的话 已经连续两年实质薪资都是倒退的 那也就是我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话 我的薪资不仅没有增加 而且就是一般人薪资是在大跌的 贫富差距扩大 台湾民众的体感贫穷也越来越严重 年轻人看不到明天 就判政策能让人民更有感 如果这个薪资明显不增长的话 恐怕大家的买房梦想也越来越渺茫 今天的聊国际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到是买房的梦想 有没有可能依照这个欧美的这个方式 推动所谓的投期款无息补助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无息补助 投期款是怎么样运作的 假设你今天买了一栋1000万的房子 然后你可能没有投期款 没关系他就从购物的补贴基金里头 分给你两成的补贴 就是大约是200万 好那如果你拿到这个投期款200万的话 你就去买房子了嘛 你可以忧心的偿还每个月的贷款 所以等于说你不用一开始就拿出 两成的自备款 当然听起来是非常划算 那如果你在这当中 你要把房租卖出去的话 当然你就会有些获益嘛 出售房屋的话假设你净利300万 你就先还这个补助款200万 然后再加上分润的60块 你当中呢 其实在拨款当中 这个补回缴回这个补贴的基金当中 听起来是非常诱人 但是在台湾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这个专家就说了 如果常年运作顺利的话 其实整体来说 我们从好的方向来说 基金可以自给自足 而且因为分润这个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但是一开始的确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要申请 然后预算不足 所以说这个新船不动产的执行长 何世昌就告诉大家 不妨你可以优先补助育儿家庭 让这些可能已经有小朋友的家庭呢 可以更快的寻觅到自己的家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或许很多人买房买不起 那不如吃吃大闸蟹 也是有一些小穴线也是不错的 尤其现在大闸蟹喔 因为在今年可以说是爆量生产 价格往下跌 所以很多的香港民众 都到深圳采购大闸蟹 这个长长秋蟹的美味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深圳的莲堂口岸 现在正值秋仙肥本季节 很多香港人为了打牙剂 纷纷到深圳这边来买大闸蟹喔 而老板呢也很聪明 他就在口岸的旁边 直接租房卖蟹 大陆今年大闸蟹丰收 价格比往年便宜 一只大砂工345块台币 一只中砂工260块台币 一位香港民众一买12只 准备带回香港 不这工不这拿 100块钱 100块钱 300块钱 100块钱 100块钱 香港买这样子的话 可能是 我买300多 香港可能买700多吧 你贵一倍吧 另一位香港民众买6只 没有大陆支付 现金也能通 连堂口岸这个关口都要 我们这边都要20来间 每天 大工 大工 和下面的中工 销量比较大 销量比较大 我喜欢吃这个 对 一箱一箱空运 刚到货的大闸蟹 老板拉进店里 都是从哪里来的 江苏太湖 江苏太湖 运到深圳这边要多久 一往 同样过来的 前台卖蟹 后台的三位大妈 现场绑蟹 只见他们训练有素 手脚俐落 十秒绑一只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3年前三季 大陆人均可支配所得的数据 最有钱的全部来自东部地区 其中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所得 二十八万二台币排第一 北京二十七万三台币排第二 浙江二十二万台币排第三 过去是深圳人到香港购物 现在因为汇率和通关便利的关系 变成了香港人到深圳购物 叫划算 这对正在复苏的深圳经济 无疑是一项利多 TVB的新闻 謝神熙 陈向如 广东深圳报导 不過对富人来说 我们说的是有钱的富人 这个吃大假蟹 应该是小case而已 我们要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2023胡润百富榜出炉了 结果发现说 90后表现很好 竟然有19位上榜 我们先来看到 赵冠利来看前三名 第一个是农夫山泉的中山 中闪闪 其实总共他的资产 来到了4500亿的人民币 第二名是腾讯的马化腾 再来是拼多多的黄针 其实前三名 相信大家看到资产 都觉得非常的惊人 但是我们刚刚提示 提到年轻人表现非常不错 如果我们从资产50亿以上 人民币以上的富豪来说的话 比去年减少了5个百分点 是64个人 上榜的富豪总财富是23.5兆 比去年少1兆 是4个百分点 而且刚刚提到了 19位的90后 还有总共115位的新人上榜 像是洗茶的创办人 还有Manor Cafe的老板 甚至茶百道的创办人 其实也是首次入榜 而90后的代表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位了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全球的富豪榜 尤其现在全球 暗形化社会的状况 越来越明显 要不要收富豪税 或是富人税 如果真的开征的话 每年有机会进账8兆元 来看到2024的全球逃税报告 是怎么说的 他说其实很多的有钱人 亿万富豪 实际个人的税金 其实是非常低的 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的责产 放进了空壳公司 所以说等于说 这是一个避税的手法 甚至他们缴的税金 比一些比较少的纳税人 所缴的所得税还更少 以美国来说 个人税有不到0.5个百分点 而在法国也低到0个百分点以下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现在140个国家 达成协议 在2024年的时候 很有可能全球最低的企业税 设在15% 因为呢 其实现在限制跨国公司 在一些比较低税的国家 就有这个减税的可能 而现在如果真的成真的话 每年都可以筹集了 2500亿的美元 大概是新桃域8兆元 如果真的有办法 针对富人抽税的话 其实对补贴公共财政 有非常好的帮助 而且同时呢 对改善M型化社会来说 也绝对是一大注意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泛国 我们知道他最后的人生 其实可以说是 都在跟病魔对抗当中度过 尤其他最后的人生两个月 就在一个叫奥维小镇的地方度过 养病 而且他在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是创作才华被大大的激发 就画出了将近80幅的画作 而现在对很多的泛谷迷来说 他们也会特地到当地 游览暗画所记 看看泛谷走过的路 还有看过的风景 想要知道泛谷人生的最后 在想什么 很多人会选择来到奥维小镇 因为在这里养病的两个月时间 他总共画作了将近80幅的画作 而画作当中的建筑也保存至今 跟着人潮走进奥维小镇 泛谷过去走了 但在这 时间仿佛没走 不论是教堂还是市政厅 对比泛谷画作 就像复制帖上 在130多年过后 小镇的一砖一瓦 几乎没变 难怪好多的泛谷迷 来到这里暗画所记 想更靠近偶像一点 你感觉到奥维小镇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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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妻子 她很喜欢她的 她有一个她的印象 真的吗 是的 所以我们只想知道 她最后的生活 我认识了奥维小镇 我看了这个教堂照片 我真的想去那里 泛谷为何选择迎向死亡 迈开步伐 我们越过山丘 寻找传说中的麦田 麦田取押这幅画 一度被认为是泛谷 最后的一座之一 但现在这个说法 已经被推翻了 但如果我们 从画作当中的压缩 对比到陷阱当中 麦田的开阔 更能感受到 当时泛谷有多么低落 泛谷的一座到底是哪一幅 专家用老明信片找出解答 透过光影 还有造型的辨识呢 答案就是树根 我们来到这里也看到 这个画作里的树根 还持续的被完整保留下来 疫情期间 专家在纠结的树根里 理出头绪成功解谜 阿维小镇的墓园 也是泛谷和弟弟的长眠之地 好多人来到这 走泛谷走过的路 看泛谷看过的风景 来场跨时空相遇 泛谷忧郁的眉头 是很多艺术家 想要解开的谜团 但或许我们可以 从他人生最后 两个月的画作 来了解他的心理状态 带上VR眼镜 创意团队大开脑洞 在泛谷生前用过的调色盘下 虚拟造症 我们想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在他的头上 他的世界 而泛谷是最好的 因为它不是一种艺术 但它是参加Van Gogh 它变成了派谷 在实际上 泛谷是新的派谷 但并不是写 所以它很有趣 我父亲曾经说 实际上 它并不是教会 但是教会 用六府画作 穿针与剑 连接起泛谷人生的最后时光 跟着泛谷的医生 家舍先生 她的女儿 玛格丽特的口白 神由泛谷宇宙 我们知道 Van Gogh 常常去 Dr.Gaché的家 吃饭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 他跟Dr.Gaché和Van Gogh 在咖啡館里办画展 是泛谷生前的愿望 是这今日 他的画作 不只走出小镇 穿越国界 更突破了物理界线 进入虚拟元宇宙 当初的愿望 以想象不到的方式 成功实现 TVBS新闻 欧国强彭志宇 法国采访报道 好 今天是万圣节 再次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尤其我在这个 刚刚六点结束的时候 还跟新话说 你要不要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话主播 为各位 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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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